我知道你是誰啦 那是那個中學英文影片的那個網紅嘛 唉唷你很厲害耶 那是說怎麼這麼多 我曾經在賣出來說 阿哥啦 你想不贏 那漆仔的音樂贏 很可愛 我很大眼 我都不看喔 沒有啦 你認證啦 你說的那是阿滴 阿滴啦 各位娛樂新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Joman 我今天的來到三立 主要是要來客串他們的八點檔大戲 跑啊什麼啊 我個人也是非常的期待 大家也記得去觀看我的播出喔 我有因為台灣人當過什麼笑話嗎 我就去待會耶 就是 因為我剛剛有在追稿了 像 像裡面有一句講說拍影片 然後我就講說 ㄍㄧㄚ ㄍㄚ ㄧㄥ 然後後來他們跟我說不是ㄍㄧ 因為ㄧㄧ是靜態的拍照 如果是動態的影像 應該是怕 怕 怕鴨皮 對 然後 哇 台語很深奧 很多地方 就是不太懂 然後像那個 很多 我都念不太好 像那個辦公室應該念 半 半 辦公室 辦公室 然後我會唸成半公室 就是我會唸得不太好 然後 像我還想要講什麼 坐飛機出去玩 然後 坐 是 我講的 我其實有一點怕 因為我平常自己錄節目 是不太NG的 我平常錄節目NG 除非是一些比較特殊的狀況 不然通常是五次之內 五個take之內會結束 但是我很怕 因為大家都是專業的龐大的陣容 甚至待會有一場 他們說棚內會刺激 然後 對 然後還要記走 我也幹嘛 我會 真的還是會有點小緊張 那我緊張的點是來自於 怕耽誤大家時間 那演出這件事情 我倒是 還算習慣 如果 我們刨阿蝦第119集 收視率不錯的話 就在我出現那段 收視率不錯的話 我非常樂意在 來客串你們的角色 就很多人都說 喜歡胖的我 然後還有很多說什麼 欸我沒有訂閱這個瘦子耶 這是誰 怎麼出現在我的推薦頁裡面 然後還有人留言說什麼 之前那個胖胖不主持了嗎 怎麼換人了這樣 然後就 一開始就覺得說大家是在嘴炮 就是理論上瘦了 應該是一定會 在體態變好看才對 然後我前一陣子 嘗試了上傳我去年的時候 拍還很胖的時候的一支影片 飛機的商務艙 結果就發燒第2名 發燒第1名 胖的時候可以到 就是即便現在我已經比較瘦 我上傳胖的影片 可以發燒第1 然後我上傳我現在的影片 沒辦法發燒第1 所以我有很認真在想要不要 就是 要不要現在就停了 不要再繼續瘦 可是因為我是為了健康而減肥 所以還是有一個體脂肪的 體脂肪的目標在 哇 這個 這個 報稅已經 我覺得如果以我們的團隊總營收 絕對 頂尖的網紅絕對是有破千萬的 一定是有的 就是 我也不想騙你啊 就是一定是有的 但你要說好賺嗎 我覺得17年18年的YouTuber比較好做 因為相對的市場沒那麼飽和 那現在你看19年 除了原本的YouTuber之外 你看像三立 作為傳媒 然後轉型成新媒體 三立也很成功 你們的很多 包括了跑阿蝦 包括了很多綜藝節目點擊率也很好 所以我覺得19年已經很難去做 不好擠到最前面的那個位置 因為競爭很激烈 但是當然這個市場的確有在變大 所以如果你有卡到很前面的位置 收入一定是很可觀的